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老人家94岁 94岁这么高的年龄 还特别坐飞机坐了五个小时 到了我们马来西亚 吉隆坡还要坐一两个小时 才到马来西亚的京盛 请问各位我们进中学会的同道们 老人家94岁为什么要到马来西亚来 用意何在 这个是我们弟子们 应该去感受去思考的 老人家注视的目的在哪里 我们能不能像颜悔一样 很清楚 夫子 他注视 他的任务是什么 那我们弟子们 如何一起配合好 他老人家 这一大师音乐的教化 讲经六十年没有中断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也请大家一起思考 我们思考好了 可能待会儿我们可以跟老法师请法 好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去感受感受 思维思维 因为都是有任务来的 所以也都要我们弟子很好来配合 而且配合得好啊 在佛师门中不舍一人 所以请佛注视啊 这是我们所有的弟子啊 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啊 插一个小插曲 刚好十月十几号呢 德国办的第一次计组 德国 那刚好老人家呢也去了 是由他们弗兰克林的 德国进宗学会主办 这个柳会长带着他的干部啊 一起办了这一个一千三百多人的基础法会 这个在欧洲啊也算是很难得 超过一半是越南人 超过一半喔 越南人现在学佛的那种积极度啊 那种恭敬度啊 让我们华人看了都挺佩服的 应该讲越南人跟我们也是同祖宗啊 是吧 应该也是颜黄子孙啊 而且越南在秦朝就已经列入中国的本土了 这个也是都是同祖宗的 那刚好呢跟我们德国进宗学会的团队 我们有坐下来交流 是刚好老人家特别抽了一天下午 跟他们的团队喝茶喝下午茶 我刚刚强调了一个重点喔 再来人呢做任何的事情 都是有缴发或者有意义 甚至于有长远的意义存在 再来人是随众生息因所知量 它是应一个时代的需要 我们举个例子 红衣大师 这个应该是再来人的 他为什么一定要恢复南山律 因为没有戒就没有佛法了 那个时候很危急 他承担起这个责任 好像闭关好多年了 把那个南山律整理起出来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一轮明月 你看他的胡子 不是头发整个都很长了 闭关好几年了 整理下来了 还有红衣大师晚年还编了一个东西 叫晚琴琴 大家知道吗 老法师还讲过一遍 请问大家 红衣大师编这个有没有用意 红衣大师是不是说 我挺没事干的 来编一编吧 不是喔 红衣大师编完琴琴 是把大藏经的精华 加上祖师大德开示的精华 选了一百句喔 容不容易选 大藏经摆在面前喔 祖师法语摆在面前 挑一百句喔 而且应主的教诲就挑了好多句 应主的最多 这些都是祖师的慈悲啊 可能也感觉到我们后来的人呢 生活都忙碌 你真的要去看到很多大藏经不容易 他老人家在七八十年前就给我们选好了 一百句啊 老法师又讲了一遍 除了这个以外 红衣大师还在隔岩连壁 挑了精华 叫隔岩别路 一般金中学会有流动一个晚景景 是这两个的何堪 合在一起呢 为什么要跟隔岩别路 其实祖师们做这些事啊 假如我们不去体会他们的苦心 我们对他所做的事跟留下来的东西 很难产生很珍惜 就像无量寿经说的 如凭得宝 就好像得到宝贝了 那样的珍惜 所以大修行人 再来人 做的每一件事 都有深远的含义 就像老法师在九十四岁 要来到巴勒西亚 都有深远的含义 为什么红衣大师要编隔岩别路 因为他可以洞察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华人 儒家道家的基础已经比较不足了 佛经有讲到呢 不先学小乘 后学大乘 非佛弟子 这句话讲得很重啊 没有小乘的基础 学大乘 不是佛弟子喔 所以为什么老法师一直强调 要扎三根 而且我们又看到了李秉兰老师的一段话 对我们也很震撼 李秉兰老师说 学佛就是学人情 学事故 不懂人情 不懂事故 会伤天害敌 哇 这么严重啊 不懂人情事故 会伤天害敌 会造成我们在五轮关系当中 都表不好 错误的法 是善心表了错误的法 所以李秉兰老师是强调 学佛就是要学人情事故 为什么李秉兰老师这么高的年龄 他要亲自讲长离主要 他九十岁以后要亲自讲论语 那李老这么做有没有含义 这都是世间法 为什么他这么高的年龄要亲自来讲 这些考虑啊 对我们后世都很有含义 因为我们现在的根性 比起李秉兰老师在那个时代的教法 等于伦理道德的基础 又下降了一下 所以这一些主事大德 他们所做的事 都是为了成就我们的道业 为佛法 为众生考虑的 因为格言别路 格言连笔 都是谈人情事理 但是又很大本 宏义大师把精华挑出来 变成格言别路 用心两口啊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夏连居老居士 汇集了汇集本 这个后世九千年 无量寿经的善本 但他老人家除了这件事 还做了其他很重要的事 都是晚年 要圆起以前做的哦 有一个策证 禁修解药 大家应该熟悉这个禁修解药 老人家曾经 说这个禁修解药报恩谈 这个重要性 不亚于无量寿经哦 那大家想一想 既然有 无量寿经会几本呢 夏连居老居士 为什么要变禁修解药 我们假如没有去思维这个问题 我们会很珍惜 我们真正去思维去体会到的时候 我们跟夏老 我们跟祖师的心就怎么样 就融在一起了 为什么叫神教古人 文天祥先生说 责任日以远 典型再塑形 枫延展殊土 古道造颜色 这些祖师们的良苦用心 我们体会到了 他们的加持力就跟上来了 因为禁修解药 他把五经一论的精华都融进来了 他把揪摩罗什大师 他是异议啊 他是一心不乱 但是这个全庄大师翻的是另心不乱 他是透过临终阿弥陀佛特殊的加持 另心不乱 一心细念 没有说一心不乱 所以读这个 旧摩罗什大师的很多人会说 我念不到一心不乱 他就会有担心害怕 为什么要 玄庄大师要翻译 而这一些重要的精具都会在了禁修解药 而我们现在的人工作太棒了 这个禁修解药三十二拜 五经一论的精华 大成小成 禅宗密宗教下的精华都在里面 只要十几分钟就可以做完这个功格了 那请问大家 夏廉修老师有没有看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工作状况 所以《无量寿经》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如来定会就畅无极 于一切法 而得罪甚至在故 不是释迦牟尼佛如此 只要是佛菩萨的再来人 他都是智慧超越失控 来护面我们后面的学词 那刚刚是跟大家提到的 老法师到了德国 在家祭祖 特别抽了一天下午 跟德国的团队喝下午茶 结果喝完 刚好陈德能跟他们的团队吃了个晚餐 结果我跟他们交流到 老法师已经九十三岁了 去年是九十三岁 有很多旧式的理念 很多旧式的理念 要老人家在 这些旧式理念才能继续推展下去 假如老人家不在 这几十年努力的 包含宗教的团结 宗教回归教育 包含乳士道人才的传承 甚至是英国汉学院 这些重要的姻缘 可能就会前功尽弃 陈德讲到这里 这一位会长 就点点头 陈德感觉 他有所体会 结果当天晚上他送陈德回去 他在车上跟我谈了一些话 他说他终于知道 老法师为什么要到德国来参加技术 他说老法师不来参加技术都没关系 技术照样可以办 可是老法师为什么来到德国 就是要请他发行 他体会到了 他说我以前觉得这些事都是高深大德做的事情 他终于体会到老人家已经九十三岁了 所以他也应该站出来震担 结果非常感应 隔天我们就要走了 他亲自来送师父 师父就乘了一个邀请函给他 什么邀请函 邀请这个会长带他的团队去鸿鸣 台湾的鸿鸣 跟着联合国的大使去参访鸿鸣 他觉得老人家来是有特殊应援的 结果真的隔天老人家就有一个邀请函给他 他就带着干部去了 而且准备了很多的思考问题 然后回去现在要尽力的办一条路 所以他了解到师父去德国的用意 他马上就直下承担 那现在是师父九十四岁来到马来西亚 所以相信诸位会长尽忠同道 我们这一会来见老法师也是异议伸人 相信我们马来西亚的统修们 都会跟老人家起感应道交 以师智为己智 尤其老人家一讲到什么呢笑得最开心 就是马来西亚的进中学会 有登记没登记的超过一百家 每一次一提到这个师父就笑得很高兴 诸位同修有没有看过那个暖春这个电影 暖春很好看啊 我觉得那个小花是普贤菩萨 他没有看到任何人的过失 你看那个婶婶对他这么不好啊 他通通没有落这印象 都想他婶婶的好啊 大家有印象吧 那里面有一句台词啊 陈德觉得非常经典 因为小花是捡来的啊 后来他的成绩非常优秀啊 每一次都是第一名拿成绩回来 结果那个小花说啊 他最喜欢看野野秀 因为他考得好一拿回来 野野一看就哇好高兴啊 所以这一部电影这一句台词 我们再拉回来 老法师的马六甲精神 我们共同的愿望 就是希望老法师笑得很开心 那一天我们李津华校长 还带着几位退休的校长跟老师 来见老法师 然后就鼓励他们 你们组团去鸿鸣看 在我们马来西亚办个一条龙 然后接着师父说 我负责以后带大使到马来西亚来参观 办一条龙 你们要配合一下的 但是呈得希望 联合国大使到了马来西亚 决定不只参观一条龙学校 不能只让他们参观一下吧 还要参观什么 尽忠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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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尽忠学校最多的地方 尽忠学校最多的地方 你看斯里兰卡的法师 常常都带着他们的这些四中弟子 来参加我们马来西亚一年一度的 三十训练法会 去年多少人参加 去年有办吧 悟心法师有来吧 我也参加过好几节 唱那个阿弥陀佛 唱的觉得屋顶都快掀出去了 去年多少 快一万人喔 我还以为你们放下的功夫这么好 去年才半就已经放下了 对啊 那个斯里兰卡的法师一来很震撼啊 人家大乘佛法的弘扬也是这么积极 这么有规模 对他们也是一种初见 还有没有可以参观什么 对啊 还有宗教团结喔 马来西亚是多宗教 多种族的地方 讲了能做成 就给全世界信息了 老法师在联合国 讲了差不多十次专题报告 结果专家写者送给他一句话 你说得很好 是理想做不到 老法师说晴天霹雳 可是啊 你看老人家在面对这个境界的时候 他增长的是智慧 增长的是见识 增长的是愿力 老人家说 他听到这个话之后 体会到 全世界最大的危机 不是环境 不是环境 不是经济 不是粮食 是信心危机 只要没有信心的 再好的东西 他也不肯去学 所以老法师说 去如江办教育中心 回自己家乡 是被联合国逼出来的 其实不只是老法师在做实验啊 我们每一个佛弟子 跟着师父一起做实验 就是晴夜三佛说的 这个劝敬行者啊 为人演说的话 我们得做出榜样来 才能给人家信心啊 老法师他为什么 来到马来西亚 他回到马来西亚 因为这是老法师的精神 回到马来西亚 我用词不大 大家包涵 回到马来西亚 因为拿渡具邀请啊 那都挺孝顺啊 他去年六月去法国看师父 师父一直跟他说 一条龙很重要 一条龙很重要 他回来就开始办了 着手了 然后又看到人家这么强调 宗教团结 在巴黎 十月份 拿渡也去了 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啊 刚好有一天晚上 我们澳洲 宗教代表 跟新加坡宗教代表 一起去见师父 把他们跟师父的感情啊 真的非常好 而且我们也看到 老人家教化的一种威德啊 跟佛陀在世非常相像 佛陀在世的时候 其他宗教的领导领袖 都来跟他学习啊 还有很多国王大臣 都来跟佛陀学习啊 师长老人家现在在哪里 联合国开茶馆啊 请这些大使们来喝茶 把这些中华文化 辱斯道治国的理念 都介绍给他们 所以当下看到 哇 那么多宗教领袖 来亲近师父 而且啊 他们之间不同宗教 真的非常的和乐 所以百文不如一见啊 他们之间那种 像亲人一样的对话 让我们在场的人 都留下很深的印象 所以我们澳洲金钟学院的 好几位法师 他们在澳洲努力十几年 把宗教团结建设了这个图文吧 宗教团结示范室 我们非常感恩 因为法师还有我们澳洲 四中弟子跟师父同心 所以把宗教团结起来了 师次如己事 结果大使们来了看了 非常震撼 回去就给联合国写信了 建议联合国给师父一个办公室 所以我们弟子们跟师父同台演出啊 very important 你看这个里程碑就是这样 打下来 好 不好意思我说太多了 那诸位同道有没有想到 老法师这次为什么要来马来西亚 你马日行一散一下啊 你那么多讲话我就讲没什么啊 大家有没有 师父 师父 你应该在办一条龙学校 对 办一条龙学校 越多条龙越好 不要只有一条 最少十条 所以说呢 因为里面有十条龙 你影响不了世界 真的 目前法师是说全世界有十条龙 所以如果有十条龙 才能够显现出来整个全世界的响应 那个会长呢 那个会长呢 刚好从台湾回到香港 是一月份 一月份回去 然后刚好成长那时候在香港 会长就说 师父点名五个地方 马来西亚 台湾 香港 大陆 还有巴黎 五个地方 都要办一条龙 所以回去我们现在在香港 也积极要做 好 老法师为什么强调要办一条龙 就是我们觉得 师父叫做就做吧 这是一个状态 师父为什么要做一条龙 假如我们可以理解 老法师要做这件事的用意 深远的考虑 那我们做起来 是会非常有愿力的 假如我们不明白 那就做吧 可能做的过程遇到一些障碍 老法师干嘛做这个 这个好像不成熟啊 那就有可能 不能坚持到最后 老法师讲经曾经说过 注重胎教 可以出圣人 大家听过这段话吗 有哦 注重三岁以前教育 可以出贤人 三岁以后 能修到君子 能修到君子 算不简单了 老人家这一段话 其实跟理系学系讲的 是非常相应的 当其可之位师 就他的实际是最好的 他一教 他没有分别制作啊 你给他教什么 他就开始吸收了 三岁以前 生出来很天真啊 三岁就看八十了 而我们这 两三代人 老法师是有传统文化的 最后一代 他的弟弟 小他六岁 都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其实我们要去再想一想啊 万法应援山 要成就师父这样的高僧 太不容易了 假如老法师出生在上海 请问还会有老法师吗 老法师的出生地在哪 中清朝儒家学派最兴盛的 同城派的地方 同城 书城 汤匙 所以整个师俗教育最后才结束的 就是这个地方 其他地方已经没有了 老人家还上了几个月的师俗 所以有一本书啊 大家多看 老人家的九十年谱 因为可以看出来 要成就一个高僧 他要有好的家庭教育 好的成长背景 甚至还要遇到 舍己为人的校长跟老师 所以老法师讲经的时候说 他们在抗战时候的这些老师 对他们一生的影响超过父母 哇 他们这些老师的表法 对于成就老人家的一种爱国 一种爱众生的胸怀 都是有关系的 而且老人家四岁 就去了他姑妈家 他的姑妈还是大家族 像成德一生下来 就是三代董堂而已 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大家族 所以为什么老法师提出家文化 因为他曾经在这样的环境成长 他知道家文化对自己一生的影响 他知道那个私俗拜师 那种学习方法 对自己一生的影响 可是很可能我们现在当底子的人 没有经历过大家族 也没有经历过私俗 所以为什么老人家他可以说 我牺牲生命都要把中华传统文化 传承下去 因为他是真正得利益 因为他是真正知道 老子中留下来的文化的价值 有多深远 有多高 而他自己受益啦 他知这个恩啊 他肯定要去报这个恩德啊 所以看那个九十年卢啊 越看越觉得缘分太难了 稀有难逢啊 老法师假如没有那三个老师 也不可能成就啊 老法师讲经常说 我这三个老师缺一个都不行 老人家在巴黎啊 录了一篇开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 就是悟道法师在台湾 办了华藏进宗学会成立三十周年 老法师红法六十周年的活动 然后有请老法师开诗 其中有一段话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老人家谈到她出家以后啊 有一个干老太太 找了十五个人 每一个人出十块钱 这个都是五十几年前的事情啊 护持了她老人家多久 十年喔 我说这十几个人 居士功德无量啊 老法师是这样撑了十年才遇到韩馆长呢 而且是一个月一百五十块多少年 十年前都没有增加呢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各个进宗学会 修学都这么安定 书啊经费啊都不愁 这是师父弘法福报啊 批音我们 可是师父也是这一些默默无闻的 居士们 扶持她十年 不然师父那时候说 假如没办法啦 只有两条路啦 要不赶金颤啊 要不还俗啊 所以我们对老人家走过来的路 了解越多 我们就觉得太不容易了 哪一个环节 没到位啊 可能后面的路就走不成了 那我们更加珍惜老人家 这一代的教皇 师长在讲太上感应篇的时候 可能大家有注意到 99年老人家是73岁 有一期啊 成德印象非常深 老人家对着地址门 物谦法师跟物装法师应该在场喔 在新加坡讲太上感应篇啊 老法师讲到 我随时都可以走 你们有没有印象 我当时一经啊 师父说我随时都可以走 凭什么 师父讲到 四出世间法 通通都放下来 当然老人家是借这个提醒我们 往生的关键就是要放得下 但是我们弟子一听到这里啊 成德自己很震撼跟感动的在哪里 老人家73岁 生死就自在了 这个世间啊 生活也很辛苦耶 尤其这几年 老人家上了90岁以后啊 他讲经的时候也说到 最近啊 感觉到累了啊 哇 年纪大了 真的是很辛苦啊 嗯 可是那么大年纪 那么辛苦 又坐着飞机这样奔波 也是在给我们弟子们 表演待众生苦啊 表演但愿众生得利苦 不畏己生就安乐 而且老人家随时可以走 也赔了我们多少年啊 二十一年啊 二十一年啊 所以我们 弟子们也是不能辜负 他老人家的用心良苦 还继续愿意啊 常住 扶持我们 扶持众生 扶持正法 所以我们应该要跟 以他老人家的次相啊 为次相 来配合他老人家的教化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台湾有一首歌叫说 通宝们起来 你们有没有听过啊 我还以为是台湾唱的而已 这首歌我在大陆唱 没人听过 我在马来西亚有听过 对了最后我要讲一个重点 我为什么罚贵啊 罚贵忘记了 我刚刚也讲了 就是没有跟师父同心 没有跟阿弥陀佛同心 没有重视生子诸苦衷啊 结果退心了就罚贵了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是因为 最近有一个医生帮我扎针了 扎软了七天不能做了 所以这样效果会比较好 经络会调整得比较好 所以七天之后才能做 七天以后才能洗澡 我今天是第七天了 明天就可以做了 但是尽量不要久做 对循环会比较不好 做一段时间稍微起来一下 或者也可以跪一下 日本人都用跪的嘛 其实春秋时代的 中国人应该是跪的 大家看那个孔子传都是跪的嘛 我问到 他说成佛啊 因为我们一直讲这样 往生希望极乐世界就是当生 拯救啦 去了就不退就做佛啦 他说可是我听人家说 做佛要有两个条件啊 一个是明心见性啊 一个是要得佛受祭啊 要有这两个条件才能成佛啊 其实这个小女孩讲这段话 他有没有受到别人的话影响呢 有啊 有啊 现在那么多宗派 角度又不一样 他的基础角度不够 随时都会因人家的话 而受干扰受动摇 所以我们现在在各地方啊 都在护持年轻人学佛啊 他们的实际情况 我们能掌握主 就能栖栖的去护面他们 因为认识佛教啊 不只认识了整个佛教最重要的教义啊 精神 还有老人家也把净土法门介绍出来啊 包含地藏经的重要 孝清尊师才能开发信等 包含三福六合 三觉六土 普贤十愿 等于是整个大藏经里面 菩萨道最重要的我可行持啊 而得佛授记 请问念佛求生净土的人 有没有佛授记啊 有吧 你们都授记过了吧 同名什么 妙因无来啊 是不是授记 可是给这个小女孩讲这句话的人 他可能就不是这个角度了 你等下有一个佛给你授记了 那他说那怎么办 同名妙因如来啊 释迦摩里佛已经授记了 再来他说明心见性才是佛 那我们这个时代 还要修到明心见性 几乎不可能啊 黄念族老居士已经 直接了当作 不管你修那个法门 只要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要想当生了做生死 他老人家说不可能 就众生的根性已经 没办法了 得要待业往生了 众生的根性是只能待业往生 横出三界了 可是还是有人在那里强调 你要明心见性才能做佛 理上讲没有错 世上都不是对众生的急啊 所以先入为主啊 这些年轻人 我们得把他们佛法的之间 这些不巩固啊 才好啊 他们才能不受外在的这些影响 因为闻佛法难啊 又能闻到无量寿经会几本 又能遇到师长老人家 讲了六十年 最后这些年 每一年两年 还讲 从头讲一遍 大经课主 就是一千两百个小时左右 还有夏老 黄老 礼品老 还有海鲜老法师 做表演 又是印竹这样的事成下来 怎么好的缘分啊 这些有缘的人 又错失过了 那是太可惜了 无量节来 稀有难逢的 机会了 所以师长 为什么讲张家大师说 要看释迦谱 释迦胖子 因为我们对释迦摩尼佛 越认识 我们就不会走错路了 所以老法师在讲经的时候 常常都会讲 佛陀三一一波 为什么要日中一时 树下一休 描什么法 以苦为师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